接著來關心台中火力發電廠減煤的議題了 台中市政府跟台電兩方速度來回的攻防 甚至還引來了國民黨的副總統參選人張善政酸說 這根本就是用癌來發電 而經濟部長沈榮晶他也獨家跟我們回應 甚至還搬出了數據來反擊 沈榮晶說中火目前為止已經減煤300萬噸 台中龍井火力發電廠屋根煙囪拍拍站 上頭還有美美的彩繪 和空屋形成強烈對比 如今在因為燃煤許可引爆爭議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在臉書貼文 蔡政府說不缺電卻又在此時增加中火燃煤許可 痛批政府聽不見人民的肺腑之言 而連副手張善政葉之言 這根本是用癌發電 總是空氣會不好 最壞的就是空氣不好 不去用核電產生更大的威脅 那我覺得人民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正義點的關鍵就在一張操作許可證 台電表示原定今年全廠的深煤用量 不可超過1600萬噸 中火達標後仍然持續減煤 年用量預估可以低於1300萬噸 但中市府卻以物善為由 要求提前將用煤量降至1104萬噸 從這個200萬噸然後300萬噸 我們未來會達到500萬噸 這個減煤減最多的 窮盡一切來穩定供電的情況之下 我們盡量配合降載減少煤的用量 經濟部強烈反彈 但燃煤仍然痛批 1104萬噸煤達標 還要使用霸王條款 開放10%的允許量 讓深煤使用量放寬到1200萬噸 頒了18年前的法規超級誇張 現在中部的空氣已經非常差 你又要增加10% 也就是100萬噸的燃煤 中火議題持續延燒 台電市府隔空開戰 各說各話 東森財經新聞紅配屬張博祥 台北採訪報導 博祥 事件為控制 中火 或官署 中火 政府 正否